从来没想过 那个天天黏着我的女友柳如烟和我在一起只是出于愧疚 我以为她也喜欢我 却没想到她的心中还有个白月光 她一边和我甜蜜一边对白月光念念波 我对周夜真的没什么感觉 她救过我吗 出于感激我才和她在一起的呀 柳如烟的这句话像一颗鱼雷 闷声在我的耳边炸开 我呆愣在包厢的外面 今天是她的生日 早晨她还搂着我脖子向我撒娇 让我晚上一定要见见她闺蜜 结果当我拿着礼物赶到的时候听到的却是这样的话 她没有发现我站在外面 还在苦恼地向她闺蜜倾诉 你问我喜欢谁 当然是谢陈了 我当然知道要提分手啊 人家毕竟救过我 我也不想把话说得太绝 透过包厢的窗户 我看到柳如烟的脸上写满了烦躁 那个表情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袋零七饰品一样 十之无畏弃之可惜 我曾经就她留下的长疤 现在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 只不过当事人已经不在意了 我不曾想到 这道疤在她眼里竟是桎梏她的加速 我的大脑好像停止运转一片混乱 如果她一早就告诉我真相 然后是我在后脸皮也不会缠着她 我强忍着内心的疼痛 转身就要离开 可我竟使不上力气 脚步控制不住的亮墙 一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垃圾桶 金属垃圾桶发出巨大的声明 周夜 背后传来柳如烟不确定的询问 我没有回头 像小丑一样仓皇逃离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柳如烟了 仿佛从有记忆开始 她就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第一次见她是在我们家楼下的公园里 她留着一头漆黑的长发 穿着蕾丝长裙 就像她手中抱着的羊娃娃一样精致 当时我正挨完我爸的揍 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 她也不嫌弃我脏 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 替我擦干净了满脸的眼泪鼻涕 小男子汉顶天立地 怎么能哭鼻子呢 她乃生乃气地安慰我 我家叫颜柯 母亲去世得早 而父亲又是典型的棍棒教育奉行者 没人会在她打完我之后来安慰我 只有柳如烟会一边掉眼泪 一边关切地问我 疼不疼啊 她的出现就像是一道光照进了 我灰暗不明的童年 从那之后我和柳如烟形影不离 我们一起蹲在花园里捉萤火虫 一起躲在书房看漫画 在下雨天撑着一把伞回家 在我父亲的阴影下 她是唯一的未解 有一次她跑得急 想要横穿马路 我吓得不顾一切 跑过去把她推开 幸好她安然无恙 只是我的腿也在救她途中 由于摩擦地面变得血肉模糊 膝盖处留下了无法愈合的疤痕 柳如烟来医院看到我的伤疤哭着说 谢成哥哥 都是我不好 如果你以后残疾了我一定嫁给你 我笑着和她拉钩 只可惜没过多久 父亲就带着我搬家了 在搬家的途中我又惨遭人贩子拐卖 我也被迫改名为周夜 但我从来没放弃过回家的希望 也没放弃过找到柳如烟 好在我父亲生意越做越大 我也得以通过新闻采访联系到她 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十一载了 我不怪她认不出我来 毕竟当年那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小男孩 现在已经长得比她还要高出许多 我埋下了全部的心细 想着只要能陪伴她就好 只是这个时候 柳如烟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个高大优秀的男孩 叫做谢成 谢成是我父亲思念过身认领的养子 和我原本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 不过她并不知道我的存在 我被认领回来后和父亲不算特别亲近 所以也很少回家 谢成自然没见过我 相对应的我对她的了解也甚少 我只知道柳如烟很依赖她 她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柳如烟收起娇纵的人 哪怕是谢成放她鸽子 她也会甜甜的笑着说 没事啊谢成哥哥 我等你就好了 我都等了你十多年了 还差这么几天吗 是的 她喊她谢成哥哥 而喊我却是周夜 可能十几年的光阴 足够抹掉我在她心里的记忆 再重新添上另一个人 身后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我知道是柳如烟追出来了 我加快脚步往前走 阿夜 阿夜 我没理会继续快步往前走 周夜 你给我站住 她见拦不住我就假意摔倒 明知道她是故意的我还是回了头 不是因为我见 只是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我过去把她扶起来 她却一把推开了我 你刚才不回头 现在装什么深情 我忍不住心酸的笑笑 只不过这个笑笔哭还难看 分手吧 柳如烟 柳如烟一下子睁大了眼睛 皱着没道 你是不是听到我说的话了 你别想那么多 我和谢成哥哥没什么的 我忽然越看她的脸越觉得模糊 这才意识到眼泪已经出来了 我急忙转身掩饰自己的狼狈 把眼泪憋了回去 我故作冷淡地说 你要是喜欢谢成 你就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不要委屈彼此了 我不需要你的愧疚和感恩 我紧紧握拳 我怕如果不是这点痛绝提醒我 也许我下一秒就会颤抖 不能自控 说完我转身就要离开 柳如烟却一把抓住我 眼睛心红 冲上来抱着我 你真的别多想 我是喜欢你的 我几倍一动 下意识地搂住了她 她的发丝散发着 她常用的Mont Paris香味 令人着迷 我静不争气地紧了紧手 柳如烟见词 趁我愣神做事就要吻上来 下一秒谢成出现在门口 她的余光瞥到了谢成的身影 轻声按了一下把我推到墙上 拉开距离 谢成朝柳如烟招了招手 她就忙不慌地往她面前跑去 谢成哥哥 你终于来了 柳如烟笑得灿烂 仿佛刚才的剑拔弩张 都是我的错觉 你生日我怎么可能不来啊 那当然是因为我了解你啊 说这句话的时候 谢成向我挑了一下眉 这走廊人来人往的不方便 去包厢我给你带上好不好 好 说着谢成就搭着柳如烟的肩膀 往包厢的方向走去 再和我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谢成挑衅地朝我笑笑 而柳如烟的注意力 全然放在谢成的身上 没有多看我一眼 没人知道这一刻我的心有多痛 我眼面坐在地上 眼泪不堪重负 一颗一颗地从指缝里滑落 一个大男人哭得像一个小孩 我只能用力揉着 才勉强指住眼眶落下 更多难堪的泪水 我将那条准备了好久的项链 丢进了垃圾桶 柳如烟 我希望你不要被愧疚所绑架 随着你内心真实所求生活吧 柳如烟 我们就此别过吧 之后我转了专业 不再和柳如烟一起上课 当柳如烟彻彻底消失 在我生活里的时候 我发现也并不是那么难 就好像一块腐肉 你不弯曲它就会实时折磨着你 一旦下定决心彻底割掉 之后反而会愈合 我逐渐习惯一个人上课 一个人吃饭 和自己分享生活琐碎 直到社团聚会 我又碰到了谢晨 周夜 你也来了 他穿着昂贵的定制西服 脚上是前几天 我爸带他去订的意大利手工皮鞋 比起我普通的连帽衫 他更像谢家真正的大少爷 那双鞋我也有 只不过我嫌太招摇 从来没穿过 我没理会他 镜子坐到了角落 谢晨跟他打招呼 他怎么不理人呢 我听到身边有人在窃窃私语 他不是柳如烟的舔狗吗 最后柳如烟选了谢晨 他肯定不爽啊 我怎么记得 他是柳如烟的男朋友啊 不管怎么说 要是我 我也选谢晨 谢晨长得帅又是富二代 而周夜只是个 啥都不是的穷小子 谁都知道怎么选吧 我紧紧地捏着桌上的杯子 忍不住苦笑 他们见我没有反应 讨论的声音又大了起来 可是我觉得周夜更帅一点了 所以这不是极尽所长 去舔柳如烟这个白富美啊 软饭多香啊 看来还是得门当户队 谢晨 柳如烟怎么没和你一起来 社团里的人冷不丁地问谢晨 谢晨笑着说 那丫头忙着打扮吗 说是非要搭出一套情侣装来不可 他一回就来 到时候我们俩请大家喝酒 该不会是喜酒吧 周围人听到这话连连起祸 谢晨连连摆手 笑容却怎么都止不住 别瞎说啊 接着他意味深长地又看了我一眼 很快目光又转向人堆 不过也快了呀 他补充了一句 周围瞬间炸成一锅 莫名的我心中愈加复杂 原来柳如烟这么喜欢谢晨吗 就在人群的那喊声中柳如烟推门而入 我早知道他会来 但没想到看到他的瞬间脑袋 还是嗡了一下一片空白 看他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急忙低下头 他从我身边经过 带着一股Mont Paris特有的果香 香味在我鼻尖盘旋了一会 很快就又散开了 柳如烟果然如同谢晨所言 一来就把酒泪点了七七八八 昂贵的黑桃上了一轮又一轮 欢呼尖叫起哄 经久不摔 我的脑袋一阵风鸣只觉得吵闹 就在这时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疑惑地抬起头 对上了柳如烟那戏谑的眼神 他稍稍俯身 细长的眼睛微眯地看着我慢悠悠地开口 周同学玩不玩头子 我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一瞬间柳如烟轻笑了一下 而谢晨的脸阴沉了下来 在我记忆里柳如烟是个乖乖女 应当不会来这种玩乐场所 但没想到如今的他 玩起头子来如此地驾轻就熟 他的手指像蝴蝶一般灵动 头子在他手里几乎次次都能投掷出精准的结果 我心思不在此 又第一次碰这些玩意儿 规则还没弄清 就已经被灌了三杯酒 他像是有意针对我 轮到其他人的时候 仅仅是浅尝几口便好 哪怕是耍赖撒了酒也不计较 轮到我却要杯杯见底才肯罢休 甚至不允许我勾兑绿茶 次次给我灌满纯酒 然后笑着看我一杯接着一杯的下毒 我知道柳如烟在朝我泄粉 我第一次在他面前不肯服软 他让我喝我就喝给他看 到最后就变成连头子都不扔 他倒一杯我喝一杯 这下连周围的人都看出了我俩的不对劲 谢臣拽拽柳如烟的手艺 皱着没劝道 如烟 别闹了 柳如烟没看他 不动声色地把他的手挥开笑着说 出来玩吗 何必那么拘谨 我看周同学倒是玩得挺开心的 呵呵 我终于看清了他对我的态度 如果换做谢臣 他会舍得谢臣喝这么多吗 我头变得晕乎乎的 上一秒还坐在凳子上 下一秒就好像要飘起来了 周夜 你跟我道个歉 我就不让你喝了好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我喝迷惑了的缘故 柳如烟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起来 我怎么觉得他俩没分手 只是在闹别扭呢 周围有人小声道 谢臣皮笑肉不笑地硬着 你的错觉吧 被对回去的女生没敢再讲话 如烟 你看周夜都喝成这样了 你就算在生气也等他明天醒来再说吧 谢臣语气微韵 柳如烟却是像没听到一样 再次强调了一遍刚才的话 我轻笑了一声开了一整瓶酒 在柳如烟惊恶的目光下将一瓶酒全饮殆尽 周夜 你故意跟我过不去是不是 柳如烟气得从卡座上站起来 我把酒瓶倒置 事宜喝完了全部 接着将酒瓶往地上一砸转身就走 去你妈的 柳如烟 周夜 身后传来柳如烟的怒吼 我不管不顾 摇晃着身子往外走去 刚走到门口 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倒去 扑到了一个女生身上 我们俩以一个极其暧昧的姿势 倒在一起 那女生小心翼翼地伸手推了推我 同学 我慌忙从她身上爬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喝多了 我边道歉边把她扶起来 女生的项链勾到了我的扣子 我只好贴近她的脸慢慢去解开 她尴尬地别开眼 耳根却肉眼可见地发红 对不起啊同学 把你项链勾坏了 你加我个微信 我到时候陪你调新的吧 那女生脸粉扑扑地像落了一片晚霞 她点了点头 柳如烟气压低地像要杀人 她咬着牙说道 我身体突然不舒服 今天就到这吧 接着拎起了自己的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谢尘手忙脚乱地扣自己的细腹扣子 追着柳如烟的方向跑去 其他人本就被柳如烟的反常弄得不自在 听到这话纷纷松了口气 各自结伴离开 我加了那个女生的微信后再次表达了歉意 也跟在大部队后面下楼了 吓到车库 我脑子都还有些迷糊 我打开手机想要叫代价 但是手指怎么都不听使唤 如烟 走吧 身后传来谢尘的声音 下一秒 一辆保时捷驶驶过我的面前 柳如烟和谢尘坐在车后排 前面是她的司机 柳如烟摇摇下车窗昂起了精致的脸 求我 我就送你回去 柳如烟双手抱胸一副高傲的姿态 越过她我能看到谢尘阴冷的目光 我没理柳如烟 身体却出卖了我 转了一个身后我摇晃得更厉害 柳如烟冷笑着讥讽 逞什么能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 求我 这是一双白皙的手忽然掺住了我 柳如烟直接带愣住 我顺着手臂看去 正对上那张粉红秀气的脸庞 她指尖处散发着淡淡的柠檬香 同学 我送你回去吧 她乘车的眸子看着我温柔道 你喝这么多 一个人太危险了 我朝她感激一笑 指了指自己车的位置让她扶我过去 刚走几步 身后就传来柳如烟讥讥讽的声音 开辆破车学什么把妹 我都替你害臊 我下意识往朝那女孩看了看 她歪着头还是冲我笑 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走呀 快到了 而当我听到高跟鞋落地的声音时 连忙拉着那女生飞快地向前跑 开门上车关门 一气呵成 上车后那女生眨巴着眼看着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陌生人 解释我此刻的处境 我向来习惯了一个人去处理这些烦心事 车内我们二人接莫不语 一时间显得气氛有些尴尬 好在那女生够善解人意 也没追问怎么回事 只是落落大方地朝我伸手 你好 我叫软软 是江北大学哲学系的 我一正 这不是跟我同校同专业 我叫周叶 我想了想还是爆出了这个名字 咱俩应该是同学吧 怎么没太见过 软软笑眯了眼 你没见过我 我见过你 刚转系过来就拿全额奖学金的可骨多剑了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今天谢谢你了 我喊个代价 顺便送你回去吧 软软也没跟我客气 点了点头 我往外看了看 柳如烟的车还停留在原地 他在不远处阴冷地看着我 精致的双眼微微眯起 像是质问和不满 我没在看他 直到带驾过来把车开走 我都没在看他 宿醉过后还要去赶早八市最折磨的事 我忍着头痛往学校胆去 刚到教室门口 班里的人突然齐刷刷地盯着我 我脚步一顿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子拉链也没开啊 还在我疑惑之间 我看到软软出现在了教室的最后排 他朝我招招手 我像是找到救命稻草一般向他奔去 然而其他人的目光就像黏在我身上了一样 目送着我从教室最前面跑到最后面 幸好这个时候老师进来上课了 我不安得低下头 压下声音问软软 他们为什么一直看我啊 软软也默契地在我耳边小声回答 有人在校园论坛上发你的帖子 我愣了愣 连忙拿出手机 只见关于我的那篇帖子已经被顶到了最前面 震惊 家人们 某白富美前任竟是个软饭男 帖子里称 某C姓男生家境普通 但是外貌出众 在学校的时候就勾搭上了本校的白富美 被白富美甩了之后又傍上了50多岁的老阿姨 可谓吃软饭极大成者 我一条眉往下一滑拉 看到了配图 我正从一辆奔驰600上下来 一个穿着光鲜亮丽的阿姨坐在车里慈爱地向我道别 可她明明只是我爸派来照顾我起居的 这是我家保姆 我皱起了眉头 软软心许是想缓个气氛 她朝我竖起大拇指开玩笑道 少爷阔起 果然家里的保姆都开豪车 但我现在没心情和她插课打混 我继续往下翻 吃瓜的人可谓不少 没想到她是这种人了 跟老女人怎么下得去爽呢 这是不是哲学系的周夜啊 她的车不会也是阿姨买的吧 真恶心 现在还有这种吃软饭的人 真丢我们男人的脸 我皱了皱眉飞快打字反驳 你们就仅凭一张图就下定论 万一这是人家家保姆呢 我刚评论完 手机飞速地震动了起来 几十条回复在一秒钟内出现 骗哥们可以 别把自己骗了 就周夜平时那身行头还保姆呢 哥们你要是想吃软饭就直说 还能找周夜取取经 你们俩正好也别赌了 一起辍学去把软饭事业做大做强吧 好似有人刻意带节奏 我瞬间体会到了被网爆的滋味 很多人可能就只是享受 猎奇之下的狂欢 对真相毫不在意 却不知会把人逼上舆论的角落 我飞快地把帖子转发 给我学计算机的朋友 让他帮我查一下原帖主是谁 正当我想退出论坛的时候 眼睛瞥到了下面的一篇帖子 帖子的内容直接指名道姓了 讲的竟然是谢晨和柳如燕 这是什么电视剧照进现实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 我只要你 里面大概内容讲的是 柳如燕和谢晨小时候青梅竹马 谢晨还救过柳如燕 感情非比寻常 只不过没多久谢晨就搬家了 但他找了柳如燕很久 还奋发图强和柳如燕考了同一所大学 除了这些还有一段谢晨 给柳如燕录的VCR 柳如燕 当初来不及道别我就突然离开了 请你原谅我 我当时没办法为我的人生做主 现在我长大了 我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了 我想和你在一起 和我结婚好不好 视频下面是柳如燕的实名回复 好 紧接着瞬间出现无数祝福的评论 这就是天注定的缘分了 什么神仙爱情啊 周夜这个软饭渣男幸好退了 不然不是妨碍人家吗 希望他有自知之明一点 别再去纠缠了 我呼吸瞬间急促起来 脑子里好似有东西炸开 怪异的举动吓了软软一跳 直到他推了我一下 我才回过神 原来柳如燕一直把谢晨错认成了我 谢晨竟在他面前编了这么多谎话 可谢晨又为什么会知道 我和柳如燕小时候的事情 我心跳的厉害 许久才找回理智 谢晨 你机关算尽 却没有预料到这件事的当事人是我 你所撒的谎欠的债 总会遭到报应 软软越看帖子越生气 不过还在上课 当下注册了账号实名替我发声 我是周夜的同学软软 周夜绝对不是帖子里所说的那样 他成绩优秀待人温和 而且周夜同学家境良好 又怎么会吃软饭呢 开局一张图 内容全靠边 信的人才是大傻子 我看他气得面色潮红 跟网上的人真的叫起了劲 气忽然消了大半 网上的人都是喜欢找乐子的 软软的回复无意给了他们发戏的端口 在他的帖子下面冷嘲热讽不断 更有甚者给他撕信诸多乌言会语 我心头涌起一段暖流 按下他还在拼命敲字的手 不用那么麻烦了 你一个人怎么能堵得住那么多人的嘴呢 可是他们不知道真相 和他们说再多也是浪费口舌 今天谢谢你了 我一回请你吃饭吧 明明软软也不知道真相如何 但他发自内心的相信我 站在我这一边 这就足够了 软软黑黑了两声 少爷有意做东 人家也不好推辞 不如食堂的麻辣烫如何 集四大菜系之所长 软软的幽默扫除了我先前的阴霾 恰好我们俩座最后一排 谢晨站在不远处打着电话 他背对着我 声音不小 我听说谢正华那老头 已经把亲儿子找回来了 我还没见过呢 那老头一直不信任我 我得耍点手段 才能把谢家的财产夺过来 订婚宴你们给我弄气派点 别让柳家觉得丢人 柳如烟是我计划里最重要的一环 凭借着他的家事 他嫁给我之后 我不信谢老头还不乖乖听话 我惊诧不已 原来谢晨一直在利用柳如烟 谋夺谢家的家产 我急忙想打电话联系我爸 一不小心弄出了动静 谢晨阴霾的眼神飞速地射了过来 谁 谢晨一看到 是我立马换上一副调性的表情 这不是吃软饭的周夜吗 我一皱眉 果然是你发的帖子 是我又怎么样 有没有那个帖子 你跟柳如烟都不可能了 我们俩现在已经准备联姻了 我们上流人士的是 你这种土狗是不会明白的 也不配明白 他轻蔑地瞪着我 嘴角扬起势在必得的笑容 我瞪直了双眼死死盯着他 然后上前两步并做一步 把他打倒在地 谢晨重重地摔在地上 手机也砸得四分五裂 他恼羞成怒地看着我 郑玉起身忽然又变了脸色 笑得得意 下一秒 柳如烟的声音从后面响起 谢晨哥哥 我终于意识到原来柳如烟喊的不是谢晨 而是谢晨 就在我愣神之际柳如烟冲上来 小心翼翼地扶起谢晨 进而用仇视的眼神盯着我 周夜 你疯了 我刚要开口 谢晨急忙打断我 我在跟周夜说我们要订婚的事 他是你前任 迁怒于我也很正常 你就不要生气了 是我们亏欠他 我扯了扯嘴角 没想到绿茶这词还能放在男人身上用 我笑了 看着柳如烟 你就那么相信他 谢晨的为人我比你清楚 你别想着挑拨我们关系 好好好 他清楚 我已经对柳如烟不抱有任何幻想了 如果他真的喜欢我又怎么会认错人了 他喜欢的到底是具体的人还是那段回忆呢 柳如烟的目光没从我的脸上一开 看到我冷淡的表情 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慌 半想后他才别开眼睛 平静说道 你不该因为我迁怒谢晨哥哥 谢晨哥哥对于我来说是特殊的 他垂下眼睛继续轻聊淡写道 既然你对我和谢晨哥哥有这么多的不满 那我们以后都不要见面了吧 他扶着谢晨准备离开 可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没来由的开口 柳如烟 你会后悔你做的决定吗 他顿了顿脚不但没有回身 只是微微侧着脸回答我 我做的事从来不会后悔 他的侧脸还是那么精致 于而是无意 但我不会再为他心动分好了 柳如烟 希望你真的不会后悔自己做的决定 吃饭的时候 软软看我心不在焉 好奇地问我和柳如烟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恰巧需要个发泄口 一股脑袋全部倾诉出来 软软听得目瞪口呆 之前咬起了一勺汤 现在还没喝完 滴滴答答地落到他的衣领上 我被逗笑了 提醒他擦擦 他才手忙脚乱地拿指巾开始擦领口 边擦边感叹 这也太狗血了吧 你居然是谢家失踪多年的长子 他要是知道真相 岂不是丢人丢大法 我苦笑了声 他到底怎么知道你们俩以前的故事的 应该是我爸跟谢晨提起过吧 却没想到被他一直记着 他刚才摔倒的时候 我还看到了他腿上跟我一模一样的吧 挺狠的 你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柳如烟真相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愿拿而实的回忆道德绑架他 我希望他喜欢的是原原本本的我 柳如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过往 但身边拥有的东西却不珍惜 这种感情我要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起来 过两天就是毕业舞会了 软软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我疑惑地摁了一声 他眼神飘忽不定 说话结结巴巴 你有五半了吗 犹豫了半天 他终于壮着胆子望向我 我正住了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你看我行吗 他鼓起勇气 提高了一些音量 他白皙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 好啊 软软松了一口气 随即开始傻笑 我也跟着笑起来 舞会前我带软软去买了一套礼服 他害羞地从十一间里 紧探出一个脑袋 我穿这个会不会很奇怪啊 你出来我看看呀 他扭扭捏捏地拉开帘子 手指不安地纠结在一起 我一下子停住了呼吸 这也太美了 他平日不识粉带 没想到穿上礼服静美成这样 我选了一套和软软同色系的西装 想了想还是穿上了我爸当时 给我定制的那双意大利皮鞋 是的 就是跟谢成同一双 今晚也是时候真相大白了 舞会现场 谢成挽着柳如烟出场 谢成果不其然穿了跟我同一双鞋 只不过已经被磨损的有些旧了 就像谢成这个人 是时候像那双破鞋一样被换掉了 柳如烟一眼注意到了我 随即冷冷地一开目光 好似我是什么脏东西 谢成看到了我脚上穿的鞋子 不懈地哼笑了一声 假货就是假货 买一双跟我一样的盗版鞋 就能取代我了吗 我笑而不语 也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在嘲讽谁 软软挽着我的胳膊 对着谢成冷哼一声 没错 假货就是假货 人家谢大少穿的是意大利进口的纯手工皮鞋 你小子穿的又是什么破烂 柳如烟文言向我脚上看去 他自然能认出我穿的是真火 只是他的神色更加厌恶了 你就那么喜欢吃软饭 显然他也觉得我找了老阿姨 我没有管柳如烟的冷嘲热讽 软软却愤愤道 刘小姐 做人别黑白不分 被有新人利用了都不知道 说着还用眼睛挑了一下谢成 明显一有所指 柳如烟眼神微动 似是听出了这话里有话 他向前一步抓住我的手 只留一盏舞台灯打在台上 我远远地看去 是我爸灯台了 我耳边稀稀苏苏 几乎都是捧谢成的话 即使在黑暗中 我也能看到谢成那耀武扬威的样子 我资助学校 不仅仅因为这是我曾经的母校 更是因为我的儿子在这所学校上学 说这句话的时候 谢成已经开始整理灵口 脸上写满了期待 今天之后他将继承江北集团 继续为校提供资助 接下来就有请我儿子上台 为大家讲一下今后的资助事件 谢成的脚步已经蠢蠢欲动 他就等着这一刻 可下一秒追光灯打在了我的身上 谢成皱了皱眉 灯光打错了吧 我才是 我用只有我们俩才能听到的声音嘲笑了句 小丑 接着阔步向台上走去 没错 这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 十几年前他被人贩子拐走 几经波折 现在终于回到我身边 他就是江北集团唯一合法继承人 我接过我把手中的话筒朝台下看去 我注意到谢成已然变了脸色 大家好 我是周夜 台下一天哗然 人群的目光纷纷转向谢成 一道追光灯定住了谢成准备一开的步伐 他浑身颤抖 不 不可能 怎么会是你 我没有理会他的慌乱 追光灯的余光下 站在旁边的柳如烟被映的脸色惨白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但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我定定的和他对视 他那双曾经流光一彩的双眼 此刻充斥着震惊一鼓 我耳边回想起我和他在亭子里的对话 柳如烟 你会后悔你做的决定吗 我做的事从来不会后悔 我笑着看着他的脸缓缓开口 周夜是我被拐之后的名字 我真正的名字叫做谢成 周围一片哗然 柳如烟的表情开始破裂 他不敢置信地往后退两步 不不 他眼眶通红眸光阵战 谢成 谢成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他抓住柳如烟的手妄图解释 谢成 不如你解释解释假冒我的身份 就是想借助柳如烟的家事 夺得谢家财产的事情吧 柳如烟茫然地看向谢成 然后回过神一把把谢成的手推开 我爸皱起眉头 还有这种事 谢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成双眼布满血丝 突然跪倒在地 爸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为了我们家集团考虑 爸 你就看在我陪你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爸有点动怒 脸色灰暗不明 我冷笑一声继续道 说得比唱的好听 为集团考虑 需要在校园论坛上散布抹黑我的帖子吗 需要耍手段谋害我爸吗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谢成 他嘴巴颤抖再憋不出一句话来 我爸闻言震怒 当即让人把他嫁走 谢成破口大骂 谢正华 你个老东西 我给你当儿子那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现在就这么对我 谢正华 你和你儿子都不得好死 在骂骂咧咧中 他被保镖拖了出去 我爸脸色彻底难看下来 当众宣布 自急预起 谢成与谢家再无任何关系 我看着议论纷纷的众人 知道明天校园论坛上 又有好戏看了 真是报应不爽 柳如烟目睹了这一切 逐渐冷静下来 他走到我面前艰难的开口 周夜 不 谢成哥哥 我挑起一边眉毛看向他 谢成哥哥 是我不好 是我没能认出你 可无论是小时候还是现在 我喜欢的都是你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从头来过好吗 他语气无比卑微啃气 眼泪很快就蓄满双眼 不堪重负的大颗大颗向下滚落 我以为我很期盼听到这句话 但是等我真的听到 内心却又平静如水 可能这颗心已经不会再为他哭 为他笑 不会再为他剧烈跳动了吧 对不起 刘小姐 我遇见你的时候 我一眼就在人群里认出了你 我不愿拿小时候的情意来绑架你 而是想让你喜欢上现在的我 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结果证明 如果不是我又救了你一次 你根本不会正眼看我一眼 可能对于你来说 我永远是那个活在你 而是记忆里的泄尘 但人会长大的 我一直在往前走 而你却一直困在原地 我们之间 从你没能喜欢上十年后的我开始 就已经不可能了 柳如烟还想解释 他急切地开口 不 不是这样的 我是真的喜欢你的 只是我一直困在误会之中 就是这场误会让我们俩走向了疏土 我笑了笑 走向不同路的人 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顺路的 我跟他可能注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一开始就坚定不移地选择彼此 又怎么会在分岔口的时候 做出错误的选择呢 从他选择谢尘的那一刻 起我们的结局就早已注定 而现在我站在我人生的分岔口 还有更正确的选择值得我去做 我望向不远处地软软朝他奔去 你好 这位同学 我是江北大学哲学系的谢尘 我有这个荣幸请你跳第一支舞吗 我做了一个鞠躬的姿势 伸出了我的右手 一直带着淡淡柠檬香的手 落在了我的掌心 我听到了一句温柔的回答 他说 我愿意